接下来也是台湾年轻人的作品 台北艺术大学动画戏是台湾第一个以动画为名的戏 今年第一届的同学要毕业了 他们的毕业制作交出超过30部动画短片 包括手绘动画、电脑动画、还有偶动画 其中一部作品以黑色幽默的风格 呈现小白兔跟猎犬之间的叠对叠 虽然全片一句对白都没有 但是无厘头的剧情还有动作设计非常具有巧思 猎人与猎犬捕捉小兔兔大开吃戒 被眼前景象震撼的兔老妈先发制人 白兔与猎犬的大战一触即发 这部非常的好笑 我觉得它有点那种卡通频道 他们现在流行的这种无厘头搞笑的风格 它的那个动作 它的设计很简单 可是非常的精巧 一个很震惊的角色 他做出很搞笑的举动 或是很白痴的举动 大家想不到 大家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是一个普通的肚子 大家就以为他只会吃萝卜 然后只会四肢脚跑 可是我却让他下棋什么的 所以大家反而会觉得 好好笑啊这样子 而且这其实是我洗澡的时候想到 她是沈安琪 这是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的 第一届毕业展 她和同学们一共招出 37件动画作品 包括平面多样的素描动画 剪纸动画 电脑动画 也有同学制作实体角色 拍摄偶动画 然后像偶动画 我觉得比较像在拍电影一样 你要自己搭一个摄影棚 然后打光也要打得很好 像这张起物 我是用棉花一个一个去调的 我觉得挑战一个 比较真实实体的一种感觉 第一次作品很大的特色 就是说它的种类 它的genre 它的technics 就是技术是非常的不同 非常的有趣 我觉得好处就是说 它反而没有一个共同的调子 而是真的很多元 北一大动画系第一届毕业生 四年来征战国内外大小影展 从故事发想 分进动态到市场行销 已经有两位同学申请上 由动画师发源地称号的 加州艺术学院 期待未来台湾有更多精彩的动画长片 讲自己的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